像有時候我們睡覺的時候 可能因為我們早上坐太久 腰特別痠痛 或是肩頸特別緊 怎麼睡就是睡不好 因為有方式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小腿抽筋的狀況 睡到一半小時候 哇 整個抓起來了 想跳起來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睡前 可以做一個運動來解決 因為其實當我們久住了一整天之後 脊椎的壓力是很大 你睡覺的時候 當你的床支撐又不夠 或太軟的時候 你的脊椎壓力不對的時候 你的腳整個就抽筋起來 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 睡前的時候一定要做這個 轉身加上手去推你的骨斑 一隻腳跨過前面 去鬆動你的腰椎 這是第一個 減輕腰椎的壓力 對 減輕脊椎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坐骨神經都在脊椎腰椎這個地方 所以你去適當的在睡前 減輕它的壓力 左右側都要適當的這樣子晃一晃 讓它整個變鬆軟 可以非常有效的預防 它在半夜睡覺的時候 再度的加壓神經 再者你可以戴一條毛巾 這種系列毛巾你可以勾在腳底板 尤其你容易抽筋的那隻腳 你一定要把這個腳底板 整個拉到底之後 整個腿要慢慢的伸直到底 你這個時候會覺得 腳底板到整個腳後跟伸到大腿後面 這一整條都緊緊的 這就是你的坐骨神經 你在睡前好好讓你這條坐骨神經 做一個放鬆跟伸展的運動 也可以非常有效的預防 它本身半夜睡覺的時候 突然一陣發作起來 這兩個運動非常的好用 帶著上班族坐著一整天用電腦 有沒有 然後又不自覺頭前傾 整個肩頸繃起來 加上我們前面講到 當你今天睡覺前的壓力是很大的 你最近整個人都很緊繃的時候 但我們看我貓咪緊張的時候會怎樣 貓會收起來 會這樣收起來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這些膠感神經過度興奮 會引發起來的肩頸 整個頸繃起來 它其實會影響到你入腦的血流跟動脈 也會導致你睡眠的時候不良 所以睡前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個肩頸的膠感神經 放鬆運動 首先我們先把所有的手抓起來 肩膀用力收起來 很緊張很緊張很緊張 繃住約10秒鐘 我們這時候是刻意的使用膠感神經 讓它興奮過度 然後用力的放鬆 當你放鬆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我們促使 所謂的副膠感神經 也就是它結抗的另外一個神經 我們讓自己的副膠感神經出來 然後讓自己的手放鬆到最軟最軟最軟 然後一直把所有肌肉全部都放鬆掉 重複三個回合 你重複三個回合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可以有效給你的膠感神經 一個訊號就是你最緊繃是這樣 但你要記得要放鬆 所以當你重複了這些訊號過後 你的膠感神經就不會呈現那種持續緊繃的狀態 而有辦法有效的放鬆 這樣再去睡覺 這樣子就可以完整的讓自己睡前舒緩了 一定要記得就是每天如果充足的有氧運動 讓身體完整的肌肉收縮過放鬆過 跟整個身體充過氧之後 其實晚上睡得特別好 你會發現今天如果出去遠足 走一天路回家晚上睡得特別好 不會失眠 真的 但是真的好 我們今天上班族沒有空這樣子 每天出去走路兩個小時那怎麼辦 睡前有個小儀式運動 今天還來教給大家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整個讓肌肉放鬆跟神經放鬆 我們前面提到膠感神經 它其實不是只有一節而已 它其實沿著你脊椎有好幾節 所以當你緊張的時候 你不只瞳孔會放大 你會肩膀鬆起來 你會流手汗 那都是不同結束的膠感神經 沿著你脊椎兩側的這些神經 它們在瓷器鼻落的交替使用 所以我們去放鬆到整個脊椎 搭配深呼吸跟吐氣 讓全身充氧 再放鬆肌肉很重要 所以漸漸式的肌肉放鬆小運動 怎麼做呢 第一件事情我們從頸椎開始 我們可以雙手放在頭後面 食指交扣 然後抬頭打開你的胸口 然後加上深呼吸 閉上眼睛 然後感覺整個脊椎胸口撐開之後 吐氣往前 慢慢往下 這個時候完整地把整個身體的感覺 慢慢往前拉長放鬆 然後來回三次 搭配深呼吸 展開你的胸口讓身體充氧 然後慢慢我們可以漸進式到 整個身體這樣趴下去 趴下去 像嬰兒式 跪拜式這樣子 是 趴下去 讓整個脊椎後側展開 跟讓它整個往後癢的動作 然後一樣搭配吸氣跟吐氣 往前癢的時候吐氣 然後往後壓的時候吸氣 是 這個動作可以把整個脊椎旁邊的前後 這些神經節好好地按摩過一次 加上我們要側躺 做剛剛的身體側向旋轉 把身體側邊的肌肉跟腳這邊 整個拉開到對角線 身體整個筋膜跟肌肉伸展到最長 然後讓它放鬆 所以這個動作要出力做 出力讓它伸展到最長最長最長 搭配吸氣 再把它撐開 你會覺得手跟腳道好緊 整個腰椎也拉開 然後慢慢吐氣拉回 這樣的動作 重複各三次 其實你就完成了你的睡前的小運動 你這個時候全身的肌肉放鬆過後 你就會覺得 我在睡覺的時候 全身好鬆 好舒服 然後慢慢搭配深呼吸跟吐氣 當然要在燈光足夠暗 然後足夠安靜的地方 然後慢慢搭配一些你的睡前其他小儀式 譬如說精油 音樂 任何讓你身心放鬆的 讓你覺得全身是拉筋過 放鬆過 然後膠感神經這個時候是整個放軟的 然後你再搭配一個小小的冥想 你就想著全身肌肉要放鬆 放鬆 放鬆 放到最軟 然後你就睡著了 不好意思 阿翔 我很有錢 我很有錢 很有冥想 對 你就是一直去專心 在全身的肌肉用力放鬆 用力放鬆 其實就是你在促使你的腹膠感神經 讓全身肌肉放鬆掉 然後你剛剛搭配這一套運動 讓它整個充氧過後再放鬆 其實你就很好睡 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